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得救的 是有问题的 而且是不得救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 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来到教会 追求神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为了说我今天生活比较好 那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更好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寻求主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得救 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讲出了过去的光景 我们为什么需要得救 因为前面请可以讲到我们这个人在没信主之前他有问题 他这个问题而且很重很大 因为小品这个话就是说摊上大事了 你贪上大事了 这个事太大了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 都亏见了神的荣耀 都跟神的关系断绝了 而且呢不止于此 所以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 不假 死还不可怕 比死还可怕 死后还有审判 这是人的一个结局的光景 所以说如果人这样子不得救的话呢 你说这是不是太大事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要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认清楚就是说我们追求最主要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从负面来讲 脱离这个罪的权势 脱离罪在我们身上的瑕疵 脱离呢 这个永远的死亡 脱离呢 永远的这个审判 这个是极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只要现在的人的话呢 他这个灵性呢 已经是比较麻木了 所以现在的人 他对于说 其实讲罪 死 审判的话呢 他要讲到第二位 你再讲到有没有神的时候的话呢 他在灵性上面呢 已经呢 否认神了 已经呢 不能够来 非常容易地接受一个有神的概念 所以中国 从亚洲呢 现在一个福音和复兴 你倒是北美还好 然后欧洲的话呢 那些人呢 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洗脑以后呢 对这个信仰 信神呢 灵性呢 就更加的麻木了 所以人的灵性麻木以后 被罪的就不知不觉了 所以人就是在 活在罪中 死在罪中 死后都不知道是怎么 怎么一会光景 就是因为灵性麻木的缘故 所以我们都是蒙福的 我们都是蒙的耶和华的大恩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说 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 叫我们的灵魂都醒过来 我们这个麻木在死亡当中 今天都苏醒过来 都看见了神 看见了神 也看见了自己的过去的光景 我们也来到教会里面 走这一条蒙恩的 走有生的这一条道路 这非常蒙恩的 所以这个得救 相对负面 当然还有正面积极的就是我们 恢复跟神的关系 恢复我们神在死我们生命当中 他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样式和形象 让我们的新人的样式更加像耶稣基督 这是积极正面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要进到最后的拯救阶段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 刚才赵瑞不是说回到伊甸园吗 我们再回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 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能够承受到神的荣耀 我们也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网 一同进到千禧年 做网产权 一直到新耶罗撒冷降临 一直在神的荣耀里面 在圣承耶路撒冷降临以后 那里面记载了说 有一个宝座 有一团生命盒 记得吗 生命盒两边长的是什么 树 生命树嘛 然后那个树每叶结果是 那个树叶可以一致万民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的 救恩的灵道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讲一致万民 也许我们身体还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用去医院 我们肯定不用去医院 因为他讲这个叶子 有医治的能力 我们就拿个叶子一吃 我们身体就重新复原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不用着急 你也不用特别去买优沙纳 不用特别的特别的着急 圣经也说了 我们的肉体会渐渐的衰残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你反而再好还会衰残 但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是在未来 在永远得救 永远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面 我们就是蒙福人 所以在这个救恩 得救这一条路上面 的的确确呢 我们不但看清楚 要看清楚这一条道路 而且呢我们要看见 就是说 这个得救啊 它的确有个奇点 这个奇点是从哪里来的 奇点我们就是认同圣经说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犯了罪 而且得罪神以后呢 处在一个堕落的 处在一个 就是跟神隔绝的一个 非常非常 这个远离低的一个位置上面 这个是得救的奇点 它说我们要认清楚 所以我们得救说 第一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是过去是个罪人的身份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奇点 如果我们不认同 我们过去是个罪人的身份的话 那我们救门 没有办法进救恩这个门 所以就救恩这个门的话 就是上次 东荣传道跟我们讲 就是悔改 悔改 另外一面呢就是相信 所以你说你如果 你不相信 你不承认 你过去是个罪人的话 那你就肯定不会入悔改这个门 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天国进了你当悔改 信福音 如果你连罪人你都不承认的话 你怎么能悔改呢 你怎么入福音这个门呢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 可能有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原因 那有些人可能在着找工作话 祷告神 神也可能是他赐福于他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经过悔改 他还不能得救 只是说呢 他初步对神有一些认识 但是还没有得到救恩本身 得到救恩本身 所以我们救恩的话呢 是要在一个奇点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呢 这个救恩呢 我们要入这个门的一面呢 就是悔改 这个悔改 另外一面呢就是相信 这个悔改和相信的关系呢 就有一点像的说 比方说 有一个人的话呢 用今天的话呢 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前 他过去犯了很多罪 犯了很多罪以后 入了监牢了 然后呢 等待着 这个判了刑了 等待着刑罚的领导 当这个人这个时候呢 他说我悔改了 我以前我做错了 犯了罪了 我做错了 我留罪了 所有的人了 那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得救 他是不是能够 从监狼里释放出来 这个呢还不够 就是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对我们来说 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那么我们得救的话呢 还需要呢 有一个救主 我跟我们时间讲到 他还需要呢 有一位呢 能够有能力的来救他呢 就是把他从监牢 这个审判的刑罚里 把他救出来 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 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这个悔改是一面 我们还需要等待一个 救恩的领导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 救恩的领导 就是耶稣就说救恩要领导 那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个救恩呢 我们悔改这一面呢 还不完全过 我们还需要用信心呢 来抓住耶稣基督 要赐给我们的救恩 这样的话呢 救恩呢就可以呢 临到我的生命当中 支取到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信心就是相当于的话呢 我们向神呢 伸出这个需要拯救的手 而且呢 向神来表达说 我需要你的拯救 我也相信你来拯救 这个时候呢 神的恩典领导我们 就把我们从这个 罪的权势 罪的刑法 罪的后果里面 就提拔出来了 我们就得到拯救了 所以信心 得救的信心呢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相对的一个比方 但我们来看一看呢 就是在圣经里面 关于得救的信心 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来阐述 我们来读一下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 我们来一队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好 好 我们来 对我们 接下来 翻到下面那个画 一下 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话呢 它是一部写给 未信主人的一部福音的书 所以马可福音的 讲了 开头呢 就是非常明确的宣讲出来的 这个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福音 这本福音书的话呢 就开始的讲述呢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面呢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是谁 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福音书呢 就是在讲说呢 耶稣基督他是谁 他能够做什么 他要为我们做什么 就是讲这个 他主要的目标呢 那讲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信他 能够信他 能够信他 我用一个比喻呢 来 用一个比方的来 来讲这个福音书的目的 比方说的话呢 我们今天 我们生病了 我们生了一种不治之症 这样 这个很难受 这个光景的话呢 会 推出我们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定会去找医生 对吧 我们去找医生 这个病已经临到了我 但是 我要找医生的时候 你会不会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家医院呢 你会选择哪一个医生呢 你一定会选 你要选一个最好的医生 对不对 最能够医治你这个病的医生 然后呢 你才能够相信他 你相信他能够救你 然后你在寻找他的时候 你会不会要他的 这个 听听别人的这个介绍 就是今天 点赞有多少个点赞的 他的这个医 从哪里毕业的 对吧 从哪里毕业的 是doctor还是个什么 那他做过多少成功的案例 你做多少呢 这个疑难杀症 一定会去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你选择好以后的话呢 你认同以后的话呢 你会怎么样的呢 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你会去找他 然后呢医生呢 会说 好你这个病呢 我要给你做手术 做手术呢 但是你知道吧 这种手术呢 会有临床危险 医生会要你做一个 签一个字 对吧 签一个什么字 就是 如果手术有问题的话 盖不负责任 你不但你签 你下手还要签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相信他 你需要医病啊 你需要他拯救 对不对 然后呢你再到耶稣的面前 你要把自己交给他 你要把自己交给他 你不交给他 你说医生你自我 但医生说你躺床上 你跟我签字 我就给你开刀啊 然后你说我不行 我相信你 但是我不签字 我也不能让你开刀 我你得自我 那医生就是束手不策 就是 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那讲出来呢 就是说 我们的光景的话呢 就是对照这个生命的病人的光景呢 非常相似 什么是我们的病呢 我就是说 醉就是我们的病 有一点这种比方 我们他是得了一种病 而且呢 我们得了很多很多的病 苦头酸算一种病 苦头酸 苦头酸是一种重病 所以说癌症 比如生命的癌症 贪婪算不算 贪婪也算 基督算不算 基督也算 仇恨算不算 也算 这个里面你是 你不是得了一种病啊 用简单 这个病是 我全身都有 就是生命出了问题 比身体出了问题还严重 你生命出了问题呢 现在的西医 就是拿出问题 就割一刀就吃了 那死了 这个不行 就结结枝就吃了 那你生命的里边出了问题 生命里边出了问题 从哪里一致呢 有一种 你这一种癌的话 我现在知道就是 化疗好像还有不同的 那个方案的 就是不同的药水 给你化疗的 我们现在是光景 打哪种药水 谁可以医治我们的 所以一个人的话 他要想真正的得救的话 就是他真越深的看见 他的这种罪的深重 他需要被拯救的这种强烈的话 他越容易的被得救 为什么的话呢 他就是会呢 找到 越来寻找他生命的救助 他就会来寻找 我的生命 这项出现的问题 谁可以来救我呢 这个问题可能 表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方面 表现在我们家庭的关系 表现在我们自我的关系 表现在我们其他的各个方面 我们醒目的早就知道 我们原来生命出了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那他就容易了 所以他认识到这以后的话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的话呢 就是呢 像这个病人交托 把生命交给医生一样 他要选择一件事 就是相信这个医生能够救他 然后呢把生命交托在这个医生的手里面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呢要相信的就是说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们 就是相信耶稣可以救我们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 怎么让耶稣来救我们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 就是这个意思 交在他手里面 让他来救 所以我们不是自救啊 没有一个病人他说 他说我要得救了 跟医生商量商量 自己就拿把刀去把 这个就是开刀了呀 他不能自救啊 他就交在医生的手里面 他叫神来救我们 我们要叫神来救我们 所以福音书的目的的话 你看的话 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 福音书就是在讲 耶稣是谁 耶稣他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有什么样的恩典 作为使你相信的人 他可以的 你可以投靠他可以得救 我在里面写了 一些福音书里面记载 耶稣的一些神迹奇事和他的能力 我们特别帮助刚性主的弟兄姐妹来看一看 我们为什么要来找耶稣 找谁不行吗 找别人不行吗 我们来看一看 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 简单的记载他的神迹奇事 耶稣基督是同女怀孕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呢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面的话呢 有赦罪的权利 那我们都读圣经文都知道 他只有被赦罪的记录 有罪的女人有被赦罪的记录 耶稣基督还没完 他回到前面的医院 耶稣基督的话呢 可以医病 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病 可以医治大麻疯 瘫痴瞎眼的 哑巴热病 手护肝的各种各样的病 耶稣基督可以叫人 从死里复活 我们最初是在拉撒路 死了四天了 耶稣说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出来了 从坟墓里面 传的果实布就出来了 耶稣说他可以行神迹 这个不光叫死里复 他自己可以行神迹 他可以对大自然讲话 大自然要听他的 他可以用五饼 这种什么饼耳鱼 用五饼耳鱼的 可以污被保五千人 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他可以行神迹 我们再想翻 耶稣可以进到这个灵界里面 他可以在灵界里面掌权 他可以掌鬼 记载了 他感受各种各样的鬼 哑巴的鬼 群鬼 格拉撒路的鬼 癫痫的鬼妇 全都耶稣一句话 这些鬼都全都跑掉了 耶稣基督不但有这样的能力 他可以对人呢 还展现出超然的爱 他活在这个罪人当中 爱罪人 爱离弃他的人 爱杀害他的人 所以社会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要 他自己求天赋 饶恕那些 伤害他的人 耶稣基督他自己呢 他讲述他的生命之后 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他讲不要忧虑 我们中国人说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你要忧虑那些远 长远的就不要忧虑 就是去要忧虑 所以我们就忧虑啊 小孩子五岁就开始忧虑上大学 耶稣说你要饶恕 然后我们说有仇不报 非君子 所以这些 就是说 讲述的生命之道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耶稣基督还讲出 天国的奥秘 谁听过 天国是什么样的呢 谁听说过 什么样的才能进天国呢 谁都讲不出来 谁能讲出一二三来 讲不出来 但是耶稣他说 谁可以进天国 天国里面是什么样子 耶稣也讲过说 谁见过父 耶稣他说 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见过父 他自己讲说 他说 我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然后他宣了他自己独特的使命 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里面讲 他说他来 所以要叫人 他就释放 是来赦罪 是来宣告自由 他应验所有旧约给他的预言 然后他死里复活升天 他赐下圣灵给门徒得到超自然能力 为他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他的见证 所以这些的话呢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 在这历史上真的我们找不出其他一个人来 可以有这样超自然的能力 可以有这样超自然的能力 可这样有这样的属天的力量 在他的身上 如果今天美国竞选的一个总统叫特普朗 我开玩笑 我说特普朗这里面有两项 特普朗拿出来两项的话 这大选就不用选了 就肯定他是当总统 对不对 能不可能的呀 因为在这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行出耶稣所 行出这些事情 福音书记载这些事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信他 是神的儿子 然后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里面讲到说 他让你信他说 这是神儿子 因书基督的福音 所以你所信靠的你要来零售这个福音 不是哪个圣贤人的福音 不是哪个政治明星带来了福音 不是哪一个社会的高明人士 哲人带来了一个福音 都是这个福音 他开宗里面讲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叫你信他 叫你信他 虽然你对他有信心 你要知道他是属对他有信心 然后对他有信心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说了 你从马可福音的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我们先来往下翻 好 我们接着往下翻 好 我们来读 一位请 耶稣顺着加利利亚海边之后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列列 在海里杀了王 他们的是大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德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我 跟从了他 好 比赛福音六章六十八节 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会从谁呢 所以这就是得救的信心产生出来的 生命的尾声 如果说是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翻 再往下翻 再翻一页 我们给得救的信心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我们对他信任 可以信靠到一个程度 我们可以把生命尾声交给他 并且去知取 接受 知取 仰望 接受只是他过去做成的工作 知取是知取现在才做的工作 仰望是仰望他将来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救赎的工作 这就是得救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从马可福音那边一章十六节里面讲到的 他们说 革救的信心的这个表现呢 就是把生命交给他 尾声给他 这些人都是打鱼的呀 打鱼的他们是放下了渔网 打鱼的那就是以此为生的 但是当他决定放下渔网的时候 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说他把生命要伪生给耶稣基督了 使用这样的信心的话呢 我们才说呢 它就是叫做得救的信心 使他能够产生得救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采用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我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话 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记载的就是说 我们就进到了一个得救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们就进到了得救的旅程 这个得救的旅程就是有个起点 我们都知道 起点呢就是我们跟神的恢复关系 因信称义 然后我们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 对吧 和神恢复这个关系 我们就进到这个得救的起点了 而且这个得救的起点开始以后呢 我们就按照神赐给我们里面的新生命 就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来仰望依靠神 继续来跟随神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来看呢 就是说得救的信心里面 我们刚才讲了卫生交托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起点的里面呢 在约翰福音呢 他特别里面讲到这个信的时候呢 他一般都是用动词的一个形态 信呢不单单是头脑的一个知识认知 他包括这个认知 对于耶稣身份的认知 对他工作的认同 信的话呢 包括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子就是说 我们走上这条得救的道路 第一件事情呢 神告诉我们的 我们就必须重生 耶稣他说 你不重生 你不能进神的国 你不重生 你不能见神的国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 我们翻到前面一个 再往前翻 再往前翻一点 再往前翻一点 好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呢 就是说呢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对吧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信嘛 叫一切信他的 就是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当然我们记得呢 在约翰福音三章的前面呢 他讲到了一个重生的概念 再讲到重生 再讲到永生 实际上重生和永生是一个意思 就是从神那里呢 领受一个生命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开始 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呢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从信来的 但这个信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信的 它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信他的就得永生呢 约翰福音三章的里面呢 耶稣用一个例子来讲 他就是说呢 在 他用他自己做的比方呢 就是说他呢 是摩西在旷野里面举起那个蛇 凡是仰望他就得救 仰望他就得救 所以这个故事呢 是在讲的 明书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 以色列人呢 进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的发愿言 乡村发愿言 他们这个旷野的路很难走啊 他们就发愿言 然后这个时候呢 神就不喜悦了 结果呢就派这个 采派这个火 这个毒蛇呢来养他们 这很多人就被这个蛇养了以后呢 他们就生命了 然后呢就要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然后摩西就到神那里去 去祷告恳求 神就说呢 让他一个办法呢 医治他 医治的方法呢 就是让摩西呢 做一个铜蛇 挂在这个木头上面 然后所有被蛇咬的那些人 一看这个铜蛇呢 就得救了 就得到医治了 所以当耶稣在讲到 他说凡信他的就得永生的时候 他讲这个信的时候呢 他是用这个例子才做的地方 所以这个例子 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信指的是什么呢 好 我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故事 这个信的意思呢 这个代表 就是说有一个前景 他看见自己 就是那个被蛇咬的那个人 他看见他自己就是那个 冰与死亡的那个人 他看见在这个旷野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医治的口 然后耶稣说 他就是被举起来 在旷野里面被举起来 所有的人来帮他就得救了 这个信的意思 就是那个看见自己 无可救药这个人 他会披着一个什么样的力气 我相信就是说 即便是他还有一点点的力量呢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也要跑到这个木头下面来 把他的生命要 仰望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 把他的生命说 我只有你才能够救我 把生命交锅给挂在上面 这就是这个信的意思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的 信这个意思 就是代表了把生命全身心的投入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投入到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上面 成就的救恩的上面 这就是信的意思 就是尾声交锅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尾声 就是一个病人把生命交给 在医生的手里面 所以这是救恩的起点 然后呢这个救恩呢 再往下延续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也要继续的延续 所以信心不是停止在这个起点上面 信心的要不停的把生命的 交在耶稣的手里面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段故事 读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章十六节 这段二十三节 我们往下翻 好 我们一拜一位请来读这段故事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胜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良善 借命你是小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命 不可偷包 不可做假奸 不可归复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父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这些 必须变慢于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周围一看 对他说 有钱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 如果我把这个话呢 翻译成今天 这个教会里的生活的话呢 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群人 我们有一群人的话呢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 我们来到教会说呢 我们都想承受永生 我们来到大空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一位都想承受永生来了 然后 我们就会来问耶稣说 主啊 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 怎么来承受永生呢 然后神说呢 你要守揭秘 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辱人 当孝敬父母 然后我们对耶稣说 父子 这一切我们从小都遵守了 而且我还每个礼拜到教会 而且我还做十一奉献 而且我还参加敬拜图 你知道吗 我都遵守了 然后耶稣对着我们所有的人就说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耶稣看着你就爱你 然后对你说 你还缺成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耶稣对我们今天讲了这段话 会出现什么光景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悠悠愁愁的 就从后面就出去了 你们很紧张 你们很紧张 你怕耶稣在前面说这个话 我是在讲这个 用这个故事来做比方 耶稣今天没有给你讲这个话 我说耶稣今天没有给你讲这个话 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我才说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说我们认定我们来要跟随主 要来得到永生的时候 耶稣他期待我们完全的信任他 他期待我们完全的信号他 你是不是在跟耶稣对这个少年观来讲这番话的时候 耶稣是并不是介意他是否拥有财产 耶稣所关心的是 你对于财产的信号 依赖 和对我的信号 和对我的信任 你更选择哪一个 你是否能够在你和我 在你和财产和你和我的关系中间 做选择的话 当这样一个选择 我让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当我向你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你是否是完全可以信得过我 是这个意思吧 你是否是完全可以信得过我 可以完全信号我 如果说今天让你放下所有财产跟随我 你是否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你不是要得救吗 你记得吗 你记得当时你是要来到教会时 你要来得救的吗 你记得你要是要来得永生的吗 你记得你是说你从开始的时候 你做决志老爸的时候 你说你愿意来一生把生命交给他吗 但是今天当耶稣对你说 让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踪他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耶稣是在要 是在要你要一直的信号他 要你要一直的信任他 财产并不是关键 他根本像你要任何其他的一样东西 为了就是要让你能够信任他 要信号他 因为得救 得救这件事情 一直的取决于 这个救恩是否继续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 取决于我们是否一直的 用一个本身的一个态度 用一个信任他信号的态度 来回应 这是核心的关键 所以我们跟随主这个路上面 我们一直的是要 用信心来回应 一直的要用尾声的态度跟随 在这个 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的三章一节 就是在这个 这段的前面 对 刚才那个 我们看启示录三章一节 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三章一节 启示录三章一节 对于沙迪教会的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你的语言是我的 其实是死的 如果我的信心是死的 启示录三章一节 后面这句话是我讲的 经文是前面那句 对撒迪教会的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其实你是死的 他在讲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能落到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落到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的明表面我们是活的 按明我们是活的 我们是活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们的行为的话呢 却是死的 我们的行为呢 却没有继续跟随主 尾声于主 那个行为的模式 我们没有走在继续的把生命交给主 这样一个得救的道路上面 所以耶稣指出这个教会的问题 他说说你的行为是死的 他的行为为什么是死的呢 因为他对主的信心死了 他不能够再信靠主 因此他就不能够再跟随主 所以当这个挑战临到这个少年观的时候 真实的问题 少年观最真实的问题 还不是财产问题 而是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出了问题 他对耶稣的信任出了问题 这正是神要向我们要的 神要我们能够信任他 这个就是得救的关键 这就是得救 走在得救的路上面 你和我每一天都迎接这个挑战 都继续的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来相信主的 当时我们怎么把生命愿意交托给主的 今天我们要持续下去 这就是知识今天的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救恩 如果我们这样来信的话 神的救恩 今天就持续的来 消灌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引导我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信 就是呢 相信耶稣将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今天我们不单单说 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 罪的捆绑 我们还领受了一个新生命 恢复了新关系 但是最后的救恩呢 要等着耶稣基督再来 才能够得着 我们怎么才能得着那个救恩呢 也许我们在 我们在座的 我们可能我们离世的那一天 耶稣都没有来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着那个救恩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说我们都要复国 都要进天国 和耶稣一同做王赏权 我们怎么才能够得着那一个救恩呢 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预备 我们做聪明聪明 做幸福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得着 在信心里面得着那个应许 就得着 所有的圣经的应许 包括耶稣已经做成的工作 和将来的应许 都需要我们用信心去知取 我们那个神所成就的 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知取的话 那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 同样 神在将来所应许的 也需要我们用信心去知取 如果我们用信心去知取的话 我们就领受了那一份 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 好 我们往下翻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到二节 我们一位请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定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圣据 好我们接着一下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因这信 蒙遭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去 他因这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一级需助帐篷 与那蒙蒙一个应许的以上 雅各一样 因为他本后那座有根基的神 就是神所精灵建造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似的 并且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忘记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的时刻里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陷入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好 对不对 他这里面讲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 这会不会提到亚伯拉罕 这个亚伯拉罕呢 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堡 但是亚伯拉罕 我们都知道他有没有等候那座 那座有根基的城堡 没有 连我们还没有看见 亚伯拉罕在我们的几千年前已经过世了 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等到那座有根基的城 如果从实际来看 但是 亚伯拉罕真的没有得到那座城吗 有没有得着了 亚伯拉罕得着了 亚伯拉罕是怎么得着的呢 亚伯拉罕是在信心里边得着的 他说这些古人他们从远处看见 并且欢喜的怎么样 迎接 欢喜的迎接 就是大家在属灵的里边 他的信心里边 他虽然没有得着 他精密肉身的没有得着 但是他从远处就看见了 而且不但看见了 他真的宣告说 那就是我的 那就是我要进去的 这就是从远处看见 并且欢喜的迎接 如果一个人 他是存着这样的信的话 他就知取了将来那个救恩 所以在我们的今天 我们的人有很多种死亡 不是有很多死亡 有很多种死亡的结局 不信主的人死亡 就跟主就离开了 但是信主的人同样死亡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结局 有一种人是存着信心死的 有的一种人是没有信心死的 我说存着信心死的 意思就是说 他们存着对于 那个将来要得产业的那个信心 而离开这个世界 这些人就是得着那个应许的 就是得着那个产业的 我们就知取了 用这个信心知取到了神的救恩 所以我们来总结这下子就是说 信仰 我们得救的信心 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世界 它不是从信主那一刻开始 然后就停止了 它不是一次 它是持续一生的 而且呢 它一直要信 从开头要信到尾 所以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就是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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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的信的话呢 要从头要到尾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的意思就是 从头信到尾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呢 信心呢 不光是一个头脑的概念 不光是认同真理的知识 而是得救的信心是 你要把你的生命 尾声给他 把生命交过在他的手中 一生仰望他 一生来跟随他 一生来信号他 这就是得救的信心 好 我们来唱一首 师哥 我相信 就是 我相信 主 我相信主的恩典 奖励 嗯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是靠信心 但是信心有需要行为的表达 我们要关心在理性中 我们的得救 我们是靠着 不是靠着我的肉体的心上 而是靠着我的信 但是信是要行为表达的 就是伪顺来跟随我 我们来一生来跟随我 我相信你离去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证实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证实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的证实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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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 为了爱你 所以我来 为了近白云 你在我身上 作为可遏 我一生 尽为你 我相信你的恩典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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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会完全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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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你 在我身上 作为可遏 我一生 尽为你 我相信你的教书 我相信你的牵手 我相信你留住冒险 我相信你不忘 你在我身族而若违 我一生寄回你 你在我身族而若违 我爱 我要尽快你 你在我身族而若违 我一生寄回你 随我来 为了爱你 随我来 为了敬拜你 你在我身族而若违 我一生寄回你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杨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一篇 就是设立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感谢观看